太子对于微服私访非常不满意 他认为作为太子应该有皇家的排场 但是现在以节俭为美德 所以他也不得不身居检出 刚抵达洛阳他便想亮出自己的身份 书役劝说不得 只好随着太子一同前往府衙 太子本以为自己的身份 可以让所有的流民感激地灵 可流民只想要粮食 他们发疯似的奔向太子 甚至想要怒骂太子 他们认为正是太子的不作为 才使得他们现在的生活如此的难过 于是领头的人煽动百姓 指责太子想要饿死他们 书役只能紧紧护着太子 不让他在混乱中受伤 乐烟住在府衙中 他知晓外面的动静 毫不犹豫以永安公主的身份 站出来安慰难民安抚人心 而浩渡也在人群中找到故意受伤 煽动百姓动乱之人 两人顺利解决了流民问题 书役见到乐烟十分欣喜 他连忙拉着乐烟 向乐烟保证日后并不会再让乐烟受半点苦 正在这时太子侍女来报 太子高热不退无法抚恤难民 希望太子能尽快成长起来 太子尚且年幼 只在乐烟的大道理下 睡在乐烟的怀中 书役感谢浩渡能找到乐烟 但也表示当初若不是浩渡 执着于追杀你长哥 乐烟或许并不会丢 也借机会劝说浩渡 做事不要获于执着 为此失了本心 长哥半夜噩梦醒来 他口中一直念着阿诗乐笋的名字 身旁的阿B上前关心起来长哥 希望他不要过于钻牛角尖 整日将自己扔在房间里 同时阿B也问起了他口中的阿笋 他误以为阿笋是长哥养的一只鸟 长哥这才道出 阿诗乐笋是他以前的同伴 只不过他做了对不起阿诗乐笋的事情 如今阿诗乐笋恨他没有来找他 他心底里也能稍微好过点 虚风已经打听到了长哥的下落 阿诗乐笋问起了详细的消息 可虚风却不肯待见阿诗乐笋 他对阿诗乐笋的言语十分偏激 勤劳出言提点虚风 阿诗乐笋对长哥的感情 明年人都看得出来 虚风不该如此对阿诗乐笋 随后阿诗乐笋与原娘玩耍 虚风再度对阿诗乐笋语气不佳 甚至想告诉原娘 害死公孙恒夫妇的正是阿诗乐笋 他还未说出口 便被秦老贺住 秦老再度让虚风注意言词 阿诗乐笋并无过错 两方交战血流成河 阿诗乐笋能答应公孙恒 保硕州百姓安康 已经是人至义尽 阿诗乐笋与虚风早就互看彼此不顺眼 二人一直堵着一口气 秦老也不再拦着二人 只让二人痛痛快快的打一架 这一架打下来 虚风总算是对阿诗乐笋心服口服 太子上街游玩 一名叫盛心的小男孩 在有心之人的指引下 故意接近了太子 他假意在自己制造的流民暴乱之中 救下了太子 取得了太子的信任 由于贯重 长哥得知太子来到洛阳 他深知太子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性子 故准备去找太子 未等长哥出门 司徒叫住了长哥 让长哥随他一同去南山的流民安置点帮忙 乐焰带着婢女 单独前来南山送药材 长哥也在南山 二人历经波折 终于见到了彼此 乐焰一见长哥便红了眼眶 长哥早已经放下过去执念 他不再恨乐焰 正在二人关心着彼此时 浩都来到南山 乐焰只好匆忙让长哥躲起来 让长哥明日深时到访试寻他 他还有好多话想跟长哥说 长哥的背影引起了浩都的猜疑 眼见浩都就要追上前去 乐焰只好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 浩都忧心乐焰 只抱起了乐焰回马车